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盼望借着各位的关注 订阅 转发 能祝福更多的人 并与我们一起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我们感谢神的带领 11月17日至19日 普世丰盛董事周克希 长老受邀 率领台湾短宣队一行八人 参加了青迈华人基督教会举办的全教会退休会的服饰 此外还案例了四位新执事 并且见证了教会十位目道友 受洗归入主的美好见证 请看报道 2023年11月17日至19日 清迈华人基督教会在清迈近郊山区的休息园区 成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全教会退休会 本次退休会主题为最美的祝福 普世丰盛董事 泰国宣教区负责人周克希 长老 受邀率领台湾短宣队一行八人 参加了这次盛会 本次退休会内容非常丰富 周五晚间 周六早上 有短宣队旅学息传道的步道和陪邻信息 周六下午有邝家园姐妹和齐丹姐妹 带领了大地游戏活动 周六晚上有基督徒歌手周子涵音乐见证会 主日则有周克希长老正道 主日下午和周一上午特别安排了 邱德生医师的专题讲座 透过各种信息 让参加退休会的近八十位大人和孩子们 收获满满 清迈华人基督教会于2015年9月成立 主要服侍大量从中国大陆来清迈国际学校 上学的陪读家庭 目前有薛建慎长老 主折带领 杨恩进传道 负责筑堂牧养事工 另有韩籍金载幻牧师 及美籍宣教士 Michelle Heather夫妻义务协助青少年儿童事工等 教会各项事工如团庆小组查经 祷告会社区外展等正在有序的实施中 清迈教会目前的会友约50余人 儿童20位左右 仍在稳定成长中 这次台湾短宣队清迈之行 除了退休会外 周克西长老还协同教会长老传道 安立了四位新执事 以便更好地适应教会的事工和发展 更令人兴奋的是 感恩节前 教会还为十位牧道友举办了受洗胜礼 让他们归入主的名下 成为了神家的儿女 今年清迈地方政府的数据显示 自年初起今 中国大陆前来此地的人数统计 已超过12万人 这个巨大的和尝充满了机会 为主得人的前景也非常广阔 愿主亲自来成就主自己的心意 和成就神的救恩 并将得救的人数更多的加添给 清迈华人教会 也请弟兄姐妹们为清迈华人教会 寻找更大的敬拜和活动的场所来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主 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YouTube Instagram和TikTok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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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主